Hello 大家好 大家好 不好意思,耍嵐了才上個星期,急病發燒 所以請了一晚假 不要緊,不要緊 今天晚上精神逆逆,沒問題 兩個嘉賓在這裡比我還精神 先說一下呂王的下落 呂王現在非常潮水 他要照顧三個小朋友 四個小朋友 他比較潮水,所以不要怪他 家庭崗位問題 呂王要休息一晚 沒有問題 但今晚,亡網站Edward 準備了很多功課 看他抄完整本乳機 我不用說,請嘉賓發言 我們不用說那麼多 Edward真的重了功課 這些真是好學生 現在很少見學生 肯抄肚子 分享分享 但今晚主題 很明顯是熱鬧 中環打到七彩 立法會 好多謝周浩 超過無間道 幫我們提供這麼好的話題 大家從未見過這麼 超過無間道的 就是如果你抄功課 你都不會留下抄的痕跡 他不單止抄功課 留下抄的痕跡 還要連誰抄給他都展示出來 電子版本真的很神奇 那他不做什麼 那他做什麼 他做文件、PDF等不懂得轉 這樣就出事了 但現在沒有哪個小朋友不懂得轉 怎樣不懂 追蹤修訂一按 你不就接受 但這個方法已經出現了幾十年 民建團的頁面不是聘請了高登仔 高登仔怎麼會去那邊玩 不知道 反正他的助理 現在搞到一鍋足 只要他出了三萬元 只能做Facebook OK 如果這麼簡單的事情 都搞到一個鍋譜 有可能是故意的 那你都不知什麼 有些泛民說 阿鼎鼎其實是 六八九的無間道 跟他打龍通 現在可能是暗表面打龍通 暗地裏做六八九的世界 那就是很高智力的人才能做到的 就不是人家說什麼朱一元的隊友 大家公道一點說 一場去看結果 Edward留意了什麼 你大約 但是問題是 你這件事是拋頭的 因為立法會為了查 UGL 事件成立了專策委員會 在 要定那個 Adena Setting 的時候 他就要寫一份 以主要研究範疇 這份本來 首先由立法會秘書處 Draft了 3月21日 然後六日之後 由於 建制派 他就這樣秘書 內容好像很有問題 那就是申訴完一輪之後 就被書處跟著修訂 再來 去到 第二個月 4月25日 周浩鼎 就提交了他自己的修訂 誰知出事就在於 那份文件上面竟然顯示著 有特首辦 CEO CEO 的電腦修改內容 簡直是特首自己的電腦 是他自己的電腦 誰敢動他的電腦 他自己 親力親為 所以 梁振英經常去外訪 放假 原來他實際做事是日理萬機 負擔 改了功課 很近 這個特首很近 終於發覺 你要知道 這麼久以來 親建制派和政府的官員 在事務會議 甚至大會上 大家的對答 文答對答如流 其實是大家夾貓子 大家是公開的 想不到貓子高到這個地步 是特首自己CEO CE 真是 令我想起秦始皇 刑政都是勤政而不愛民 日日批 在卷宗 三間半夜 跟拿破仁一樣 都是睡幾個小時 中國歷史上 很多皇帝都是勤政而不愛民 朱元璋也是這樣 雍正也是這樣 否則怎會開啟盛勢 所謂盛勢 強國就約民 即現在中國大陸的環境 一樣 歷史倒霧 梁特首就近了這個地步 改了什麼加科 這個才過引外 其實看回收定 究竟是 關鍵的 究竟在3月27日到梁振英 4月21日 改了這份 改了什麼 我看完有三點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所謂的UGL協議 因為 原本的研究範疇 就是 要披露實際上 梁振英和UGL 在分手之前 究竟是有什麼協議 具體的調查 但梁振英的修改 就把Focus 轉了去澳洲的傳媒 披露這份文件 或者這系列的文件 的真還是假 然後最後 就是 究竟UGL 事後 即是2014年 收到這些之後 聲明 他的回應 又是真還是假 即 即 不是查自己 跟UGL有什麼交易 而是叫你們 改頭去檢查 澳洲傳媒說的堅定樓 UGL說的堅定樓 但就不會 叫人們問自己堅定樓 這些就是轉移視線的一貫做法 先不是說你有沒有收錢 有沒有利益 什麼都不說 堅定樓 只是這件事 已經可以拗一大輪 起碼可以轉移到一大線 不是說自己堅定樓 而是說別人堅定樓 即是等於他出事之後 就說 誰在洩露會議裡面的堅密文件 又是轉移了視線去洩密的問題 那你做行政會議的時候 是不是一件事經常洩密 所以他很好笑 他說 我這件事其實沒有 我沒有直接到事務委員會 專責委員會去改變調查對象 而只是就調查的範疇而出聲 這件事是假的 你直接了去 你叫人去查法澳洲傳媒 究竟是真還是假的 就是比較闊一點的範圍 全面一點的影像 寬到沒有雷公那麼遠 總之沒關係 結果就是名闊實責 第二件事的關鍵就是 本來的研究範疇就說 究竟梁振英有沒有收錢 這件事是關鍵來的 大家關心公眾利益 但是 修改又說什麼 究竟他簽訂這份協議 那天是否當選 對 厲害 然後最最最最最最爭議的一件事 就是他故意說 這個基本法47條 本來那個範疇裡面都有的 因為本身在基本法47條 就說明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長官 就必須廉潔奉公 盡忠職守 而他就任的時候 是應該向這個 大區政府的首席 法官申報財產和紀錄在案 那 本來的範疇裡面 就強調 這個行政會議成員 和可能行政長官本身 他有沒有做到 按案程序做利益申報 但是 這份事就 將重點改成財產 即是 拿來拗 即不是合同權益 而是財產 即是我收了就變成我的財產 這件事情就是 令到周浩的提到這件事 就是 會在那個 專責委員會裡面 會拗 財產的定義是什麼 因為 基本法是沒有寫下的 而為什麼他會拗這件事 其實你要知道 就是 這些所謂的修訂 其實背後是有文章 而不是亂改的 不是亂改的 不是亂改的 譬如說 UGL的協議本身 因為澳洲的Fairfast Media 在11年的12月2日 公佈了 他簽這份離職協議的時候 是未參選行政長官的 而梁振英是要到2012年的7月1日 才正式就任行政長官的 而那400萬的英鎊 在2012年和2013年 分別由UGL支付 所以 泛民主派 甚至修訂的範疇 將重點放在有目收錢 而他就任的時候 2012年和2013年 其實UGL都會付錢 但問題就是 他將重點的核心 轉移回去 那簽約的時候 是否是 有個有趣的地方 即是延後利益就不算了 有個有趣的地方 因為原來 林鄭月娥在2014年的10月29日 曾經試過解話 她說過行政會議的利益申報 不包括所謂的離職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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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按照這些解釋 即是中間有空檔 他的空檔亂簽 對 所以按照這些說法 其實那三點 基本上都打得掉 即是告訴大家 我不是在 我擔任公職期間 去簽這份東西 甚至收錢 我都是什麼 我都不需要申報 沒有這個機制 大佬 這樣就和你耍太極了 如果是這麼光明正大 就光明正大 開城報公說 用什麼 要打龍通來講 要找個 地裡被一位周浩鼎出來搞 這些就叫做 越描越黑 哪一項要改的話 就是死穴 很明顯 即是玉蓋尼章 但是他找那一條出來 幫他養出來 那問題是豬隊友 還是無間道 真的不知道 不知道 要不就真的很豬 要不就真的是頂級的高手 他高手到一個地步 就是他玩了你 還忍辱負重地被人說他是豬 有這個機會 我們從建制經常講的正能量 凡事從正面看 不過看建制那些人的反應 好像不是那樣的正能量 博文過席 文建聯 始終都是黨友 工聯會很重手 有很大的利益衝突 工聯會當初 為什麼王國興 會沒有了議席 超級區議會 擺明你周浩鼎 周浩鼎講資歷 以及講地區工作 講拚命 黨根正面熊哪一樣的 比得上王國興 到頭來為了 五餐肉都不要 為了捧你周浩鼎 又是犧牲工聯會 等於新界東為了被 容可欣 又犧牲了鄧家彪 工聯會怎麼會調氣順呢 所以立刻上Facebook 這個不抽筆 這個不抽筆 這次很抽筆 不抽筆 就直接說 是不是傻啊 這樣說 如果補選 工聯會 是不是可以出一口氣 又不知道 但這個很奇怪 因為 講回他們當事人有什麼反應 譬如周浩鼎 大家都講得明白 他是道歉的 但他就 你給我一條路走 但他道歉 不是說他在公職人員行為失落 等等道歉 他是說政治敏感度不足 政治敏感度不足 就是說 道德上沒有問題 是外人政治能力上弱一點 是兩樣東西 大家這麼玻璃心 是兩樣東西 還要冤人不讓你走 所以他不辭職 他不辭職 然後他轉過頭 就說我不亂賺權位 所以我就退出轉贊委員會 哎呀 我真的替工聯會 真的替工聯會不值 他說這樣也說不辭職 我真的替工聯會不值 泛民那些人 動員說要DQ他 如果DQ的話 就要三分之二 一定過不了 這是政治上的表態 多於實行得到 不過可以肯定一件事 就是你今次 我印象中應該是 算是2015年6月 集體離職不投票那件事 之後最差的一次 不過 差得來呢 就像你所說 你又不知反鑑再反鑑 還是真是假的 為什麼呢 因為距離權力交接日子很短 那你這個調查便會完成 然後你是否新特首去查 舊特首先 對呀 好QK的一件事 對呀 是不是周鼎鼎勁到 這麼關鍵的時候 他們在這裡玩拉布 玩到林鄭坐正的時候 由林鄭來解決這個問題 那你這樣 嘩 真是高手了 如果是這樣 那你玩拉布 玩坐沉的船 之後 你沒有其他去想 那這就要看回他們的行程 那就是他們的行程 因為民主派在今天 即是17號 就決定要動議取消 許多州的議員資格 今個星期五才談小節 然後就預定時間 就是6月7號才在大會提出這個 6月7號 對呀 其實是慢慢的 還要說到 談不談合梁振英 那樣呢 那郭家琪的說法 就應該代表了 就是代表了那幫民主派 他就說 那剩下一些任期 究竟做不做得到的動議呢 對呀 談到他又如何 都退任了 是啊 還有我們還要細心研究一下 梁振英有沒有犯到基本法 有沒有犯到議事規則 你也知道 行為不當 你也知道 你也知道 那些屁股也會說 他有沒有影響到 破壞到權力的分立呢 那樣 那又要咬一大輪 嘛 就是要不研究他是不是犯法 有沒有藐視立法會那些 那些什麼事情 但是 據我所知 其實就是 這些都是一個表面的原因 咦 那有什麼 深層次元 因為據說 這個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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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議取消 周浩鼎資格 就好像是一致共識 但是究竟搞不搞 不是搞 梁振英 究竟知不知梁振英 這件事 就好像比較溫和的 泛民成員 是有所保留的 那 就 沒有說是哪個黨 但是 就是一些溫和 比較溫和的人 就是白鴿的 就是白鴿的 就是 老一些的那些白鴿 就是 總之 就是一些很溫和的人 不一定只是白鴿的 你明白嗎 真奇 所以整件事就很有趣 究竟你們這些傢伙搞定不搞呢 還是大家 扔著波鐘 想著 梁振英都快要走了 多一事不如消一事 有人情賣 那些 你這裏賣人情 但是人家不會賣人情 人家不會賣人情 梁振英已經馬上移動了 他說 你在專責委員會裡面 有一個叫梁繼昌的人物 我會計界 他沒有披露這個被告的事實 他告訴你 神經病 你一開始已經認定我 有水母問題 你進去就已經有定見 甚至是偏見 你對我不公平 你就調查我 他沒有披露 他會成為誹謗案的被告 是啊 我還要告你誹謗 你有沒有披露 有沒有申請 即是梁振英想DQ的泛民議員 是很簡單的 是呀 任務辦告你 你們全部都會披露 有利益衝突 大哥 你不適合做這個委員 有利益衝突 還有一樣 不是說做到6月30日之後就完了 林鄭是繼承什麼人的路線 又有巨報 是呀 現在很明顯是不斷 有很多糧粉或馬房的人 要不斷安插到新政府那裏 又不斷急急要推行一些他任內的新政策 希望延續到下屆政府那裏 即是說他分分鐘想在背後做太上皇 也不一定 即是既成事實 你最討厭的是開發郊野公園 這裏一定會這樣做 他已經提到這個諮詢的時候 其實是有跟林鄭月娥單聲 林鄭月娥同意 即是他已經硬放了林鄭月娥上台 即是現在在移動張軍澳那裏 那裏是五幅六化地 就不是郊野公園 但六化地的第二步 就是郊野公園的邊瑞 現在就先拿大嵐和馬鞍山郊野公園的邊瑞 然後一步一步就踩界進去 拿公屋先來第一步 因為公屋有一個道德光環在那裏 你這班人反對不方便 到真的能夠改變土地用途 他就大規模變成屍樓 公屋我心想問一下那班香港人 你的子女你的下一代 有沒有份住 將來改變土地用途之後 土地壟斷食水枯竭 到頭來哪一個受害 哪一個埋單 而那些土地的利潤 下了什麼人的袋子 樓價是否仍然這麼高 想想他們就知道他們想做什麼 香港人這麼聰明就好了 那倒是 所以我經常想來想 都是阿鼎鼎最聰明 話玩無間道 香港人每個都真是真心豬 是阿鼎鼎被人說豬 那個才是真心聰明 他踢得最透徹這件事 真厲害 但剛剛提到公聯會的取態 他就說不抽筆 但是你要知道公聯會出名什麼 就出名 罵完政府一大輪 之後乖乖投票 陳婉嫻是一個很乖的例子 黃國興、黃國健 全部都是 黃國健就說了一件事 他說 不如解散這個 整個調查委員會 解散這個專責委員會 究竟是誰主席 謝偉俊 大家都知道 他之前已經決定要閉門會議 他就說 今天星期五的會議是開的 但是也是閉門 第一個 我會談 究竟公不公開這個會議好 至於這個回應解散這個會議的問題 他就說要交給內會決定 但是好笑在 又是秘書處出場的事 又是秘書處 又是秘書處 好像幕後英雄那樣 是的 秘書處自從揭發了這個 究竟是CEOCE的事件之後 改文事件 即是有議員查問 然後他真的揭發了這件事件之後 立法會秘書處再見一公 他發生什麼事呢 他回覆傳媒就說 這個專責委員會 是沒有解散的機制 他要直到完成他所有的工作 出了工作報告 他才會完成的 他是不是和鼎鼎打龍通 不是這個六八九和鼎鼎打龍通 是立法會秘書處和鼎鼎打龍通 主持正義的原來是秘書處 然後他告訴你 沒有人是不要緊的 鼎鼎走了是不要緊的 是由委員會去決定 去補不補空缺的 他是不用補多OK 我也是計算了 即是沒有quorum的問題 這個 然後就扯了頭 因為你知道現在有些主席 其實都是要聽秘書處說事 主席都不熟章情 大哥 真可憐 謝偉俊真是有被人欺騙到 都不算欺騙不欺騙到 其實我剛剛好像就這樣 我聽說到 你也沒想到 超級無間道 你也沒想到 鼎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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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鼎 你副主席就是這樣 你當主席會不會想到 這樣都行 我願意猜不到 我都相信他是聰明仔 聰明仔 但你聰明極儿都沒想到他會這樣 你以為整個親建制派 已進入謝會的委員會 主席和副主席 今次這件事情都是查的 全是自己有 你猜不到被秘書柱這樣動你兩鑊 但你更加猜不到鼎鼎在背後引爆出來 鼎鼎是否自殺 但如果你按照程序查的話 事實上是很難去動梁振英 始終時間實在不太夠 即使你說任期,林鄭月娥可不可以清算他 但到時已經不再要彈劾,而是要用PMP PMP大家又知道完全是過不了的 一點票就輸了 總之這個立法會一天未報算也沒說話 即是這個也反映你的左派 傳統外國陣營的死穴 先講工聯會 老了就老了 幾十年在香港根正苗鹿 拋頭爐灑熱血 人家灑熱血說他有分放炸彈 我都當他有 但你剛剛去到關鍵位 把口硬一硬 投票的時候就歸邊 你永遠是一個被犧牲的對象 我要你出來做事 這叫做黨性特強 既然要黨性特強就不要怨那麼多 隨時都準備骨骨還褲、雪藥還帽 你老爸、你老母是誰,大家也知道 姓共的 你不要怨那麼多 革命是你自願的 六七暴動不要平反那麼多 革命是你自願的 另外就是他們建制派的人才接班的問題 其實無論是工聯會還是民建聯 我們見到他們培養第二梯隊也好 第三梯隊也好 年輕一代上位相對來說 做得比泛民陣營好些 但結果培養出來的是什麼人呢 只是程序上順 沒有說質素上都可以接得到 質素上反而比老一代還要差 你不能跟曾經那些比肯定 沒有啦 對上一次 李慧琼 2005年6月 全部一起塌當那一天 全部跑出去沒有投票 坐在那裡唯一是陳婉下 然後出來解話的時候 不是民建聯主席李慧琼 竟然是要回國已經離任的主席 譚耀宗 出來撐牆 李慧琼完全站在後面一聲 出不出聲 他是扶上去的 不是打上去的 誰知道現在周浩鼎出來 似乎 假設他豈不是厲害到超級無間度 當他真是豬 真的比李慧琼還要豬很多 但李慧琼這次也割蓆 當然啦 醒了啦 你怎樣揹 你幫他揹一隻鑊 但是黑勤仔去支持他 不要緊啦 黑勤仔 即是可以犧牲的 黑勤仔始終不是主席啦 哈哈哈哈 今次主席割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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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黨王碧雲又會說無間度 可能王碧雲是對的 你要明白 這個已經不是所謂打龍通的問題 或者是那個民主派有沒有 是不是變成建制派的問題 而是他們的決定要去彈劾也好 要決定是否動議取消別人的議員之間 其實反應是相當慢的 因為上次我記得 對上次要去動議 是否要去一個議員之隔 是梁國雄 就是說他行為不檢之類的事情 究竟是否要踢他出去 然後那時候的親建制派反應很快 而泛民的反應也很快 一開始就說 我們都不認同梁國雄的言行 有些民主黨那些 他說我們都會譴責他 但譴責完之後就沒有什麼 反應是很快的 但這次要討論 從今天討論 還要預測到六月七日 即是下個月才大會提 究竟中間發生什麼事呢 而梁振英更加不動 你再多多一些時間 梁振英是這件事件的主角 即使你 你要很簡單的一件事 梁振英這件事的本質 已經發展到不僅是與權謀私 而是他本身動用到行政長官的權力 去干預立法系統 這個已經是發展到更嚴重 以前在HATV發牌事件中 即是行政會議一男子去決定這件事 其實已經是非常粗暴 到今時今日他已經發展到可以去行政長官 指點你立法會 如果你要獨立去查我的話 就要經過我批准究竟怎樣查法 還要用我的修改意見去接納 無條件接納 我相信他一定有關 你想想 拿手袋進機場去行李那件事 這麼芝麻錄的小事 都要打電話去機場那些空管人員 叫我梁特首 何況是這些 涉及不到的身家 涉及不到的身份 所以這些 這些其實已經是 有泛民人士 即是工黨鄭司律 就把這件事形容為浩鼎門 你看一下浩鼎門 和水門事件 甚至現在特朗普發展到 他兜走了FBI的 管理人員 原來是因為他向法院申請 說要多些經費去查這個 查自己 是不是和俄羅斯 暗空款局的事件 一話口未完 就要馬上拋走 那種事件是一模一樣的 那美國有監察 美國有投票 我們沒有的 我們就是什麼差都沒有 你看看這二十年來 哪一個出了大件事的高官或權貴 是可以不用負責的 沒有的 你看吳克劍 全世界罵 不管左中右 每一樣老神在在 好官時為之 繼續去日本玩 去飲、去吃、去賞櫻花 還要參加國慶活動 開會沒有空 中途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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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頭去日本賣國 這頭就參加自己的國慶 很符合國情 那倒是 這些真的是國民教育 要找他再來做才行 人版 國民教育的人版 所以你這樣搞法 你香港 叫做慶回歸二十年 哪有心情去慶 你二十年來 你見盡於 一下就不如一下 還有一個更嚴重的事情 接下來 Edwin留意了另一個話題 更嚴重 他們玩這種內鬥 一帶一路 香港要找數 一帶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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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亞投行 這兩個大項目 你要知道 說到沒有抗爭意志 是完全體現 另一件事 就是這個亞投行 這筆錢批不批的問題 亞投行 這筆錢批不批 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 公民黨的 國家旗醫生 就在網上 在投票 兩天前 就大罵 這個 大罵 這個亞投行 這些 這筆錢 沒有經過資訊 又沒有經過性 就一下子 倒水下去 但在罵完之後 他在立法會投什麼票呢 是棄權票 為什麼不是反對呢 還要是 當日另外三個公民黨黨員 因為要同日慶祝黨慶提早走人 就是跟林鄭月娥 相見甚歡 那一場 大和解 可能很重要 我突然看到楊岳橋 跟她 你怎麼解釋 梁家傑 你還要在《蘋果日報》寫一篇 死人問 給她聽說時間換取空間 沒有人想起 楊岳橋又黏了另一個娥姐身邊 立法會選舉的時候 那個娥姐 蒸了一個娥頸橋之戀的照片 現在又黏在另一個娥姐身邊 你很難聽說 楊岳橋上次不投那一票 關鍵一票 就是查這個 是不是電腦失事還是不完事 是 知要失事 知要失事那件事 他就說因為家裡有老人家過身 很大件事 就要處理了 所以就缺席投票 但是這次你黨慶而已 難道你一個黨的黨慶 十一周年黨慶 是天大的事 比香港更大 這麼多人 三百多萬個選民的資料失洩的事件 看來吳克劍的教育成功 他教育了一個議員 為了慶嚴去做一些重要的事 慶祝很厲害 即是他們那些黨 之前已經一票三投 上一屆已經足夠出位 那你今屆是再獻身 又不斷棄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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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句話 就沒有說錯 非常沒有說錯 你想想 這件事是很瘋的 梁振英在臨走之前 你說他臨走之前 查不到他 大家多一試 不如少一試 但梁振英 在臨走之前 他做了很多事情 他批很多錢做基建 批很多錢向上泵水 這些事情 全部都會告訴大家 這些民生議題不能等 等等 我同意 泛民主派 在民生議題上 其實不是很應該 不是跟親政府鬥氣 而是不要跟市民鬥氣 但問題是 如果你去到一些 跟本地利益相關的事情 例如亞投行這件事 你究竟有沒有清楚 究竟是甚麼一回事 不如我拿些資料給大家說 基本上是人能指機 亞投行 亞投行和一帶一路 雖然是兩個項目 但其實是非常相關的 你要知道 最近發生了甚麼事 一帶一路是 十三號 十四十五號 萬邦來朝 兩天 城勢氣象 萬邦來朝 是的 習近平主持這個會議 有所謂二十九國的領袖出席 有些國家會派代表參與 印度沒有代表參與 世界第二大人口的國家 亦都是思路上 唐三藏去過的地方 美國也沒有 美國有代表 但印度也沒有 美國也有代表 英國也有代表 英國也有代表 是立即低一點 但有代表 印度也有代表 很有趣 到最後 閉幕簽聯合公佈的時候 特別有一條 貿易條款 大家不肯簽 不肯簽 有幾個國家不肯簽 你看看英國 法國 德國 英國全部不肯簽 還有其他三個 葡萄牙 愛沙尼亞 希臘 那些小國不簽 這六個國家 根據法新社的報道 他就說 其實 我對於中國那個 公共部門的採購 透明度 我不是很清晰 千里一 因為你要貿易條款 你互惠互利 歐盟那裡就很清晰 大家有家有市 大家很公平地交易 打破了貿易壁壘 但是我不知道 你中共的部門 是怎樣採購的 你又抱他 然後他又會說 另一方面 他會說 你那個 譬如說 社會 或者是 環境 環境那些因素 環境 那個影響 對 我又很關心 而你沒有這個 我又不可以 保證任何事情 最離譜的是 原來這份 這份 submit agreement 是 到 開會前 一個星期才 讓他們看 這些事情 很中國 很國情 即是你趕急 有份文件給他們簽 然後你請了 那些人過來 原來是夾我們上賊船的 是啊 現在才知道 而且這份 是捆綁的 現在才知道 嘩 你特意整個submit 給我 submit agreement 簽了 簽了就出事了 是啊 你同意的 然後就是一帶一路 應該就是說 是中國式的一帶路 所以 挺有趣的一件事 你要想想 就是說 有趣一帶一帶一路 應該是一個局 那些鬼佬不是那麼天真 你要知道 即是 Financial Times 就說了 中國商務部的資料 是商務部的資料 是中國商務部自己的資料 那麼 他就說 16年的時候 這個中國對於一帶一路 國家是直接投資 因為這個投資本身 它是代表了 它成立的目的就是 要投資去一些發展中國國家 幫它們去做基建 但是 據他所知 就是 16年的時候 那個國家投資 其實已經跌了兩個巴仙 去到17年的頭三個月 更加是跌了18% 另外 即是在縮水 另外 其實 最大的整體對外投資 不是真的發展中國國家 16年的國家 你猜一下是誰 他買美國的債券最多 即是 一帶一路成員國 原來是新加坡 什麼新加坡是發展中國家 都幾的 可能他當作是波縣 他自己有 你知道這些投資多少 四成的錢 是投資到新加坡 很小的一個國家 即是告訴你 其實大家是在盡量的 而同時 CDB 即是中學開發銀行 在16年的貸款 其實是由 14年的 1,111億 跌到1,110億 即是跌了10億美金 我就明白為什麼 689代表香港 或者香港被他代表 去開一路的會議的時候 突然彈了一件事 有些國家問他 做基建鐵路等等 怎樣融資呢 他很開心 很自豪地說 香港的經驗 就 一起鐵路 就高了地價 鐵路原先民地價 對呀 鐵路原先民地價 一高錢就來的了 你想走回香港那條 社會撕裂 而全民跟你反那條路 而又很有錢 但是全社會都反那條路 跟我啦 我現在開始明白 原來他的投資 越來越少 融資有問題的時候 怎樣解決 原來 689代表香港 他打了帽牌照 出一條漂亮的 問題是這條糞便 他覺得合作 他覺得合作 白癡仔 很簡單 你不可能把香港的 所謂基建發展模式的概料 套進一帶一路的 蠻方地帶 你說鐵路上蓋 我在沙漠中心 你找鬼來住嗎 很簡單 當年曾蔭權的時代 曾經找了香港很多大MASA 叫做開發大西北的歌 新疆大西北 我去過 真是一望無際 風水族也沒有 沒有啦 除了沙漠 你去那些大MASA 最多是地產商 或者是地產商的第二代 他們的地產觀念 怎可能用在新疆呢 你新疆都搞不定 那你去中牙 去非洲 人家最不缺的土地 你玩什麼鬼 所以中國那些三四線城市 建樓建了太多 搞那些樓市專家 說不定是鬼城 鬼城之餘 還要解決鬼城的問題 就是炸彈炸彈 獅子是不是說了 六一對兩檢炸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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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真的破壞那套山水 全部建了很多空置的開發地 全部都是空置樓宇 全部住宅 鬼影都沒有 鬼城都有鬼 鬼影都沒有 跟山水完全不合 不要去桂林山水 這樣才是有政績 怎麼花那麼多錢 叫做發展 叫做發展 所以一帶一路 基本上你一做審計 已經死了 有四個朝天 金融界行街已經計算了 其實是否也省不了數 事實就這麼簡單 所以才會有梁振英出來 做絕世好驅為香港的招 建立鐵路上蓋物業發展 土地升值就發達了 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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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拆了一千億美金 叫做七千八百多億 當你一萬億 唷 整個project 至少是基礎一段 才算 你還沒計算海上 你會覺得他只剩三萬多億 一萬億就算是甚麼加貨 算是甚麼加貨 如果中國需要花錢 或是花全部都不夠錢 一萬億是人民幣 我記得2008年所謂金融海嘯的時候,他扔的是四萬億印銀紙 四萬億扔下去,都是自己一個國家,差不多十年前 現在這麼大全世界,一萬億算是甚麼錢 不會夠的 還有你要想一下,關於六十億扔到亞投行的問題 這個就是另一件事情 但是為什麼會說千絲萬縷呢?就是因為亞投行的目的是甚麼呢? 其實就是要借錢給那些成員國的新興公司 亞投行的全名是AIIB,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就說明是基建 AIIB,不是只是投資這麼簡單,是說明是亞洲基建投資 所以基本上就是高鐵,什麼東西,全部都是亞投行借錢 就是政策銀行的東西來的 政策銀行的怎麼賺錢呢?大家都計不到 其實大家都計不到可以怎麼賺錢回來 所以這件事一帶一路,基本上跟中國那個 好像是Admur說的,二三線城市的建設委討論一樣 就是為了花錢而花錢 即是說國內的那個基建,房地產的那種基建開發,把握 生產力過剩,資金過剩,它迫著一定要向外 資金就沒有過剩,生產力就肯定過剩 即是鋼鐵,它一早超英廣尾,鋼鐵便宜到什麼 你的水泥也是一樣的 結果就被迫著一定要出去外面 所有建設材料都是工業 即是鐵埋藏櫃在那裡求你建高鐵,讓我建高鐵 是香港這麼貧窄 香港幫他建老鐵嗎?現在是 香港補貼了,最貴是香港 所以一帶一路,一萬億不夠 也算是有多少錢給過水過來 香港一毫子都沒有,還要不斷把庫房的錢丟出去 幾百億,幾千億這樣丟 而且你要想一下就是 都是時候盡忠報國了 即是一帶一路,和阿頭行除了解決這個 不是,一帶一路就是用來解決這個 中國國內的產能過剩的問題 產能過剩的問題之外 另一件事拍了阿頭行 是很有趣的 因為阿頭行是負責那些國家的基建投資 我想說就是 究竟這些國家裏面 最需要基建投資的是什麼國家呢? 答案就是中國自己 其實檢查數據 在新興亞洲 2010到20年之間 其實是將近8萬億美金的基建投資需求 而阿頭行的1000億其實是用來填牙 也不可以 但我想告訴你 8萬億的需求 有4萬3千億的美金 其實是來自中國 即是佔了53.12% 其實那8萬億是中國需要去做這些基建 印度才26% 即是一半都跌倒 其他 還有那些 印尼就5% 其他29個亞洲申請國家 加起來才10% 有一樣東西大家都忽略了 印度有一樣東西起爆炮的 阿仰市場也有留意過 英國都留下最厲害的東西 印度叫鐵路 鐵路 一早起座 一早起座 所以你發覺 你無法重複建設 印度有很多基建的開支 為何出奇地這些位置不平衡呢? 極其量是衛生設施 供水設施那裡不夠的 英國都留下的通訊 交通設施是完全夠用的 它那個系統 你見到印度相對保留 在南亞地方來講 印度相對保留英國的制度是比較好的 所以你看看印度的 你只是講政治 印度的議會民主理會大家族壟斷 尼克魯家族壟斷國大 黨一黨獨大等等 什麼都好 它有沒有軍事政變這麼多年來? 沒有 巴基斯坦 就繼承不到英國的制度 結果成立軍事政變 軍人剛正到現在都不行 你看到 印度不要經常被人覺得 中國不是跟誰最友善呢? 中國不是跟巴基斯坦最友善嗎? 是 性情相近 是 情投意合 所以為什麼這麼多 我們看到近十幾年 很多大跨國公司 都把很多服務業 投資到印度 是 當然 反過來 對著巴基斯坦 雞飛狗走 是一個不是的 那叫中國 那加巴基斯坦會衍生特別多的恐怖主義 因為我們的體制特別落後 恐怖主義一定是在最落後體制的地方出現的 印度不是沒有 有 但相對來說沒有巴基斯坦這麼厲害 不要忘記印度比巴基斯坦大 人口比巴基斯坦更多 恐怖主義的程度 為什麼沒有巴基斯坦這麼嚴重呢? 英國佬的那股循 他留得低 做得比較好 繼承得比較好 不是很好 也繼承得比較好 所以我經常聽很多傻瓜說 為什麼香港被英國佬搞亂呢? 你看看印度 英國走之前故意搞亂印度 他們心目中的印度還是行河有死屍 你知不知印度的軟件技術多厲害? 世界很大的 人家的寶萊烏是世界第二的電影生產 電影制製造中心 是呀 麻煩你放場 IT工業隨時的 所以為什麼說中國是吸金呢? 剛剛說到他要做基建的 借錢的需求真的相當大 一半以上原來是他 好了 講回亞投行 借錢的最多又是誰呢? 又是中國 我調查2016年的數據 在6月至6月 亞投行內總共有919億的美金 之中有24.5%被中國借了 那是200億的 即是等於你錶會一樣 應該經常都是個女友中標 哈哈哈哈 是維標 你明白嗎? 印度是少於一部分 印度也是少於一部分 印度是23.1% 你想想整件事的本質 除了大家在政治上分析 就是中國打算在中亞發展 最顯國力 將勢力影響到中亞國家 實際上是出口轉內銷 自己在滾水 哈哈 不得止 是中國的欠債太厲害了 他是想將自己 自己由外面的世界工廠 投資 然後他自己趕走外資 就告訴他 我要做內銷 內銷 內銷能撐住 怎知原來現在 經濟火車頭慢了下來之後 內銷不行了 於是怎樣呢 就將那些成本轉嫁到外國 很厲害 我本來是借錢的 我是債仔 是債仔來的 我一出這個亞投行 一帶一路 就將債仔變成債主 反過來 就將我的債 就傳給大家 你快點投錢 我 印度也是講到這個項目 就是你落搭 你傻了 你會變債仔 明實就是這樣 你落搭的話 你以為有好處 但想清楚一個模式 如果跟以前英國人 法國的殖民第一模一樣 他說幫你建基建 他不是真的免費的 你會欠了他的錢 所以Edward的分析是沒有錯的 明明他是債仔 但他將東西出口了給你 簽了你認了數 就變成你是債仔 那明白嗎 就是當年英國 拿起九廣鐵路的時候 其實逼這個清朝 硬扯了很大部分東西下去 微面上 一條鐵路 大家互通有無 阿正 其實清朝其實是虧大本的 其實就是用老殖民的方式 不過名字不同了 太陽底下無新的事物 所以變成印度一看 已經看穿了 因為印度也是一個前殖民地 他怎會不知道 中主國會做什麼家科 他都是受害人 還有印度的發展模式 我們剛才說的 跟中國真的很不同 中國真的是基建 但是印度是跟他比軟實力 他印度本身的文化 不像中國文化大革命般破壞了 他還在武萊塢 他的意識形態方面 相對來說是自由很多 你中國的那套 跟印度那套 做下去格格不入 不只是政治分歧那麼簡單 別人做軟件 拍電影等等 所以就是所謂一帶一路 其實就是出口中國的發展模式 他只要出口到發展模式 他自己當然是威風 即是鋼筋水泥色的發展模式 除了最不環保之外 對破壞性是最厲害的 對人的幸福增長是最差的 但有一個很大的分別 就是他跟以前的殖民地 所謂的霸權很不同 以前人家真的是船堅炮去打你 英國小朋友 會不會受你打 你何時見過中國在外面打仗 有贏過 你想清楚 印度也沒有贏過 印度嚴格來說 軍事上他有贏過 不過他已經撤退了 他認為是自己的土地 給予印度 他真的給予印度 即是等於打了 等於沒有打 所以不是說 從來沒有見過船堅炮來過 極其量 現在叫做疲了兩隻航空母艦 還有人說 打越南贏了 對不起 當年 越南 打完 除了死傷無數之外 除了死傷慘重之外 原本南海十一段 為何變成南海九段 兩天撥了給越南 撥了給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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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撥地 撥地 不是零失千金莫失寸土 很多地撥了 俄羅斯也是 承認了俄羅斯 撥了東北 撥出和物的 一百三十萬平方公里 一百幾萬平方公里 即是你可以騙到自己 裡面長城圍住 那些人 無所謂 外面的那些人 撥了本身就笑 經常告訴你 自古以來都是神政的領土 哈哈哈哈 他們覺得最多 最多 還有愛蒙古 海參威 唐老烏梁海 巴爾克什胡爾東 慢慢跟你數 基本上 俄羅斯 你會發現普京完全不緊張 照道理 如果中海踩在地盤 即是俄羅斯的所謂勢力範圍 中海 如果中海踩在地盤 沒有理由 那些地頭蟲 會不會發洋禮 你發覺不是 普京很淡定 彈鋼琴 他看死你 看死你不敢動我 不是看死你不敢動 你反過來 你送死你不敢動 你不要 你明白嗎 但反過來 你一旦可以看出 到底那個 華視權在哪個手上 你表面上看上去 就是萬邦來朝 但實際上 大家只是吃一個Buffet 吃自助餐 就這麼簡單 你送了 不要 你真的可以控制到 這個問題是大 這個又有些少少歷史典故 給一比較 當年春秋末年 這個吳王扶冊 大兵北上 姚武揚威 準備爭霸的時候 會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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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人想認你做大佬 然後 才發覺勾錢有消息 在背後捉你一隻 然後 他就雷鼓 喊聲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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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著 與會那些其他國家 識體 他這傢伙表面厲害了 背後有些問題 認他做大佬 認完之後 大家沒有損失 沒有事 就給他面子 回去他就自己 死屈無存 所以 關於這六國 真的不簽東西 最後有些發生了 就是因為他們拖著 不肯簽 到最後都沒有辦法 假裝簽了 不不不 聯合公布就告訴你 說三十一國參與了 有參與 但是那些國家 英國那些 他就沒有再寫下去了 到最後 而發生了什麼事 就是因為他們不肯簽 那個失滅 最後是延遲了一個鐘 而那個鐘 就非常老鑑 究竟做什麼呢 央視也很老鑑 不知道要做什麼呢 播抹理法 播了一個鐘 政治不正確 政治不正確 抹理法 抹理法 革命 這麼快忘記了 是不是想造反 這麼快忘記了 央視可以解僱 可以解僱 空槍啊 大哥 你做什麼 難道找他彈鋼琴嗎 習近平表演 就找普京彈鋼琴 為什麼不找習夫人出來演唱呢 彭麗媛要播放 他就算 那你隨便找某些年輕人 在後面播放 播京版 唱歌 可能時間做沒有彩排 又不太好 普京都在抱怨出來 彈鋼琴 普京都率性而行很多 但中共每樣事情都要嚴格控制 按正它所設定的東西 一步不能越軌 所以他一小時沒有老鑑就爆 就是這樣 他沒有任何應變能力 而且在他的體制下 有誰敢說我去應變 事先沒有安排 你很嚴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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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什麼事 你就大領落 現在大家都不做事 那這個責任大家都不用揹 習近平打算 隱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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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隨便簽了一張 菌綁式的東西 你現在賓到銷售 買燒肉要搭豬骨頭 豬骨頭大過你的燒肉 那些人 大哥 合藥是他們西方國家發明的 是 聰明鬼 看你這東西當然是驗屍 你傻的告訴他 分頭迷路 而且西方國家的合藥精神 就不是他們資本主義發展 那時候開始的 他們是來自西方的宗教聖經裡面 什麼叫舊藥 什麼叫新藥 你看聖經就知道 不斷重新說 神和人民合立 神和他立的東西 神都不能夠違反 人亦都更加不能違反 中國本身沒有這種精神 尤其是近代 破壞了本身的誠信之後 純粹講鬥爭沒有了誠信 只有鬥爭 連一個最基本的誠信 合藥精神都沒有了 還有惡人才做狀 完全看到 所以他聘請了名人去 譬如說 IMF 耶倫那些 全部都去了 排排坐 去看事情 但結果就 搞了延遲一個小時 而且那些國家又不肯簽 又相當醜 而且又被外交官 透露 即是一個不具名外交官 透露 我不是覺得你很信得過 真的 實際上是 但這個一帶一路的狼狽情況 是倒逼出來的 我不知道大家還有沒有記得這件事 你看一下 反制的話 印度馬上跟日本聯手 出了另一件事 叫自由貿易走廊 有沒有留意 就是說 離開一帶一路 他就開了另一條線 其實那條線 不是新線 是很過癮的 是舊的馬六隔行線 但是經過哪裏敏感地帶呢 南海 OK 大家留意這件事 南海最近最新發生的情況是甚麼 又好像這樣 有些人說話 真的不要太相信 填那麼多的島 你以為是露作嗎 天天拍著 越來越多飛機 越來越大炮 越來越多火箭 最近那些預警機 有些偵察機都出來了 基本上整個南海 已經變成一個軍港 即是高度軍事化 其實大家已經看到 南海那條線 基本上 這麼多國家都盯著 中國自己是最害怕的 有甚麼意欲 你打人不過 一封鎖南海 你飯都不能吃 很大件事 還有你要想一下 就是 是戰略倒逼出來的 他不能不停開這條線 還有你要想一下 美國是可以 連北美的自由貿易協議 是要重新再談過 跟加拿大麥西哥哥 重新再談過 而他對於這個 就是TPP 梵太平洋 這個協議 都是非常之有影響力的 這個他要 即是美國本身要報復中國 對於匯率的操控 以及對於在美國的 不停地傾銷鋼鐵 之類的材料 其實是令到美國的 美國的生產業 是元氣大傷的 還有美國現在要走回保護主義 即是說 我的資金都是由中國的公司 抽走 然後去美國 自產自銷 這樣 這個是Donald Trump的既定政策 最近有個大老闆 叫做郭台銘 有人說他秘密見Donald Trump 不算秘密 都公開了 不過郭老闆也沒有直接說 我今天見到美國總統很威威 鬆蒙鬆營 他不需要 他大 都說現在美國的道理相迎 就是鴻海真的履行他的承諾 去美國起床 你們看到 其實Donald Trump 以為他瘋狂 但不是瘋狂 他國台銘幫誰生產 幫美國的銷售機油生產 多少百萬工人 成百萬工人 一個老闆僱用成百萬工人 是多於一個國家 你如果這百萬工人 拿三四十萬在美國製造一個 中層到基層的做業機會 他就去生產流流 美國都是這招 就是reindustrialization 再工業化 是正在做的 是很成功的 是很成功的 這些才是實際的 所以你不要說Donald Trump 你不只是Donald Trump 你只要看奧巴馬年代 已經在做著 所謂再工業化的事情 能源自足 葉岩氣 天然氣 再加上太陽能 風力 等等 美國已經不需要再依靠中東石油輸入 整個世界的戰略佈局 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中國面對這個情況 跟以前完全不同的情況 石油跌到四十元 他都沒有補充戰略儲備 你看看實際的強弱 我們看美國的國家的基礎很好 人民教育水平、文化水平、文化水平都高 人口都大約三億 國土這麼大 資源仍然豐富 中國人有這麼多 資源、枯竭、基礎又很薄弱 所以美國要轉型的時候 相對來說容易很多 中國要轉型 我真的不知道他有什麼方法去轉 中國又不轉不行 他不轉不行 但是他又不敢轉 他不轉不行 中國最害怕的是什麼家科 你都說了很害怕的 中國最害怕的是什麼家科 就是微腐腺老 你看他人口金字塔 一孩政策 現在拼命改為二孩 其實改不了 改不了 人口金字塔 人口經濟變了 那個銀發族的膨脹情況 就是到底過了十年 多少個年輕的中國人 供養多少個老年的中國人 他自己懂得計算 所以他不搞硬發展不行 剛才Edwin又踢爆這件事 他就輸出自己的經濟模式 如果他不是這樣滾動 會發展的話 他是無以為計的 難道可以像美國那樣 真的轉型做得到嗎 還有一件事 我想消功分析多一點 你剛才說 中國的外國債很厲害 現在到底情況是怎樣 GDP的二百多個百分比 全世界最高是他 一比例來計 日本亦都很高 但他跟日本有什麼不同 很不同的一件事 日本的底很厚 日本的底很厚 那些人是很有錢的 他不需要的 一件事 他那個經濟停滯 不是因為人家窮 是因為人口老化 也不想消費 老人家是不會傾向消費的 但年輕人是上位難的 因為你停滯了那麼久 你沒有通脹 職業沒有創新 那些年輕人 其實有很多 就是消極抵抗 好像逃避衰可恥 但又用那些 即是那些 那些人都不肯結婚 不肯生孩子 玩獨立 那些人口是在萎縮的 最可怕的是什麼 日本有一個 他以前的說法 就是 你看一個國家 他那個基礎的經濟好不好 你不是看大數據的 你是去看一些 每下雨放的地方 去看鄉村的建設 日本人現在很嚴重 他現在說 自然人口的鄉村消失的速度 你是說可能有一萬條村 地區 鄉鎮 是會消失的 很多年輕人 年輕人不願意進去 一隻年輕人 本身已經沒有了 不許大那些 全部都搬走了 基本上完全 即是空洞化了 剩下老的在那裡 但那些會死 老的都未必一定在 因為沒有人照顧 他要搬去城銷 被人照顧 護士都可能不夠 要找機械人 日本剛剛開放了人口政策 很過癮的 開放了一年工作簽證以上 你已經可以申請永久居住 居住 居民 就是永住權 問題你會發覺 你猜他哪裏進入人口最多 很過癮的 那個對流是很完美的 是越南最多 入了四五萬個 為什麼呢 日本的人口老化得很嚴重 反過來越南人口 是很年輕的 因為他百多年才打完戰爭之後 大部分八十後 全國人口平均年齡的三十六歲 你想想通界都是年輕人 這是正常的 通常 長期戰爭之後 就會有很多人 越南不單止是年輕人多 越南政府 真是本土人很棒 他的教育做得好 所以基本上越南的基礎的技術培訓 和文化培訓 是做得非常好的 所以有很多廠已經搬到 楊谷那裏開廠 但是反過來 你會發現日本人更厲害 吸引你最厲害的人 去補充他們的人口 越南的年輕子女 去補充日本的人口 其實去台灣有得到的 其實第一站是去台灣的 那時候我也去過越南看過 幾個國家是特別 走得快的 越南 越戰那陣子有參與 很多人都不知道 韓國 韓國很多 日本和台灣 因為台灣是國民黨 幫美國人派去 幫這個南乙政府 所以那裏的僑民 和僑民的關係 和僑民的網絡很密切 所以越南打完仗之後 率先回去重新投資 就是這三萬人 反而以前的中主局 法國是滯後的 很神奇的 所以變成整個亞洲融合 越南走得很鮮很快 很厲害 很厲害 他不用買你怕什麼 大陸就注資 說回中國 他的債務 相對來說 如何危險 他不覺得 經濟學家有一個很變態的理論 叫做速度理論 什麼叫速度理論 你轉得夠快 你就不會爆了 紐神奇的為什麼 因為所謂還債會什麼情況下爆 你就不夠現金流 即是說你明明可能要還 本家息一百元雞 我轉得不夠快 我可能有一百元收到回來 收得不夠快 我收十元雞 難道我還十元雞 那就難漲了 所以其實那個速度理論 就是為什麼 就是那樣東西 為什麼一定要用中國模式 一定要拼命放水 拼命谷基建 拼命投資 這個速度 即是現金流轉得快的時候 你發覺好像債務就不太緊張 但反過來 當你速度一減慢的時候 債的速度還債不會減慢 定時定後你就還 所以為什麼中國不夠慢 他跌低某一個增長 他會很害怕 又有一個說法 又有一個說法 他說債務很簡單 中央有得條控 不准你追債 那就可以了 但是他欠的不止是什麼 他不只是欠自己有 他不只欠外債才拿命 所以很多銀行借了債給他們 要想一件事 關於債 最近剛剛看過一個消息 就是債券通就是什麼 北向先 先來北向後先的南向 北向的意思就是 包括香港也好 中國發債你去買 香港也好 海外投資者也好 都可以通過債券通先北向 然後我們再考慮往後怎樣做 放中國的錢下來 去買香港的債 諸如此類 但是我想說 香港也不欠債 買什麼債 最近另一件更有趣的消息 剛剛就在債券通 先北後南這件事之後 就說 原來中國的十年期債券 近七個星期是連續下跌 是 告訴你 就是 它有傳 它可能推行新的債券 然後那些息口高 吸引你去買 它買不到長債之後 買到短債 所以它那些 它就制銷 於是就不停跌跌跌跌 跟美國反過來 但是它做不到 它做了一個SWAP 所以發覺 長債短債就是這件事 所以這個速度問題 你借不到長債 你做了那麼多基建 要怎樣頂 你全用短債去撐長錢 因為基電是通常連續長的 回收很長的 所以變成 為什麼會這麼尷尬的情況 誰都看到 你負債過高 正如你自己借了一新債 大二孔也不借給你 那什麼人會借給你 大佬 你賣卡嗎 我不知道 所以變成你借不到長債 因為你的信用評級 是十級而下 你自己可以怎樣 抵賴也好 射博也好 說不認也好 說萬國來朝也好 怎樣也好 但是 猶太佬的心態 就算數 就算數 但是說怕算數 所以就看回一帶一路 和亞投行這兩個大項目 背後隱藏著的危機 就是剛剛說到美國 另外一個 其實 講到台灣紅海這件事情 令我想起台灣 在520之後 中國政府是有意地去收緊這個統戰 意思就是說 譬如說他的遊客 是少了雙人三人之一 抵制你 然後經濟上 他就不停地去劏你 那些台灣在中國的企業 因為520之後 他是要 經濟上 民生上 都要封殺你 這個民進黨政府 所以 就是說 美國已經是打貿易戰 要 特朗普那些不斷出口術 要禁止你中國 另一方面台灣 他就不能出口術 印度 日本現在又要揹你 又要打你 有很多人沒有留意 真的 日本已經開始了很久 就是撤僑了 他不是叫撤僑 但是他是 在資助自己日本企業 撤出中國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留意 這件事 是正在做的 是反過來的 所以 回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 再來 還有東盟 雖然現在有 一帶一路 亞頭巷那些 有積極參與 但是你要想想 東盟還是有南海問題 還未解決 這是心病 一路而來 這也解決不了 亦都不想中國 開大之旗 為何憑什麼 你要作主 你如果一作主 那些事情 我就和你一起 搭臣損 所以再配合 經濟推動 開始是 火車頭開始慢下來 然後負債率 越來越高 長債是賣不去 然後 一帶一路 短債 其實Edwin的分析是沒有錯 你剛才說的 亞頭巷其中一個 很重要的目的 去吸長債 他是想用長債換短債 正正因為他背的短債太多 他必須要將自己短債 兌換回亞頭巷的長債 他的安全 只有香港才看見落答 其他人看見落答 香港就不斷泵水進去 那些債人就經常說 好不去外國 大家有運行 有得發達 站在中共的立場 這是極端外國的 站在香港的立場 我會說不出所而言 不過 如果站在美國人的立場 你就是幫他搭檔 還債 所以我會說 萬一中國一頂不住 忽然間支爆了的話 香港是很嚴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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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那些一帶一路的 就會跟著震街 即是剛才我們說過 還原基本步 香港銀行借了這麼多錢 收不回的時候 你去香港銀行看 一出現動搖 或者崩潰 你想想香港的社會 會出現什麼情況 到時候你給錢 給人舉五星紅旗 在祖國萬歲 你不理你六八九還是七家都被人打 你好像二九年經濟大蕭條 首先那些欠債公司倒下 然後借錢給他們的銀行 然後借錢給他們的銀行 借其他中小企 然後一起倒下 整個國家一起倒下 有些不同 因為當時你看看 美國社會整體上 整體上仍然是很穩定的 他沒有出現歐洲 像德國一樣 納粹法興起 意大利 法西斯興起 沒有 因為美國本身 除了他的經濟實力之外 他的文化和思想 夠實力 夠 你現在中國除了錢和權 還有什麼剩下 是吧 連資源都沒有 你香港和他捆綁了下來 一有什麼事 你整個社會和你反抬 你都沒有所有支持 社會道德都沒有了 人與人之間的互信基礎 全部都沒有了 那就可以怎樣 每個人只能夠為了自己的形頭小禮 和你拼命 他一定是這樣的 這個所謂支爆的推算 還未得人詳細 很過癮 所以說到支爆 為什麼經常在國內有一種 很好戰的思維 中美必有一戰 待會是台海必有一戰 然後中日又必有一戰 中印又必有一戰 死圍他都在四面樹敵 那些粉青 其實你不用哪有一戰 你看看這個局 美國、台灣、印度、日本 全部周圍圍著 你歐洲都不受你那支敵 你什麼一帶一路想去我島 喂 有著錯 你說粉青 粉青的這群人的思維 是誰做出來 誰做出來 這是一個兩難的局面 如果你不高級愛國旗 你又如何整合 你所謂社會融合就是這樣來的 所以一出現大件事 他分分鐘真的會對外傭兵 不出奇 不出奇 所以現在不單止是經濟的問題 你可能因而衍生到出現 沒有未來有什麼地方 去周邊出現戰爭 甚至國內出現什麼動亂 我們不知道 北韓 最明顯的 現在是北韓 因為我經常都覺得 中國現在好像明朝末期的時候 廟廟上經濟很繁榮 政治上極端專制社會道德很凌亡 官場非常之腐敗 接著國內動亂 經常這裏亂 那裏亂 然後城市暴動 這裏建垃圾站有暴動 那裏電站有暴動 警車警署和你銷毀 和我銷毀 還有說這裏所謂垃圾站那裏 千萬不要看大台 以為真是和理精非解決 清遠啊 不是的 不只是罷市罷貨 刺激那麼簡單 你真是看 尤其是哪班傢伙 Hong Kong Free Press 他偷運出來 國內用手機拍他的短片 真是看著那班傢伙 是反警車放火的 絕不和平的 抗議絕不和平 已經不是第一單 譬如反PX工廠 反化工廠 反理發電廠 真的打了 或者是不出糧 一間廠 不然一佔了 不出糧 立即是全武行 那些人就馬上出來了 那些人民出來了 然後那些武警也出來了 警察也出來了 最划算是 有些工廠也好 什麼都好 是會僱用黑社會 一起打的 整車整車 拿著駕鑽來打的 很久以前社民分析過了 中共那種管治手法 其實是不夠人手的 要強控制 要強控制 要夠人才行 其實已經很久要外判了 而外判的必然後果 跟阿楊的分析沒錯 有些少少像明朝末年 一家科 就叫武裝私人化 莊主啊 圓矮啊 軍閥啊 自己是會有私人武裝力量 因為你的中央政府 已經是強勞之末 我說東廠西廠內廠外廠 即是 你的特務頭子 怎樣惡毒才算 在人數上 不可能管幾十億人 就這麼簡單 那地方那些人怎麼自保 很明顯是為了私人武力 那些工廠會請客幫 你叫做黑幫人 他覺得他是英雄 沒所謂 有很多都是下江的軍人 一財財幾十萬 你訓練好兵不被私有化 是 很乾的 明朝差不多了 跟著還要整個朝鮮半島 最難搞的 明朝也是 由唐朝起居 朝鮮很麻煩 不要說完了 只是最近的明朝和清朝 都是很嚴重 清朝就是因為這個 這個朝鮮問題搞到亡國 搞到整個北洋艦都玩完了 然後搞到義和團 搞到八個年關 這是直線的 全部都是和日本朝鮮那裡 就是駕五戰爭引起的 另外明朝那裡 又向朝鮮和日本打了七年 結果結果全國和他清袋 所以用兵最厲害的地方 誰首先造反 就是呂真偉 就是對著朝鮮 所以你哪裏用兵哪裏就亂 很明顯 所以完全感覺到他內心那種虛脅 聲大大 就好像剛才說 吳王府叉打鼓 打到聲大大 但是鼓聲聽得出虛脅 所以不就是 看看你這次 一路是否又好像下西洋一樣 瑤武揚威元一輪之後 沒有下文 所以我多害怕梁振英除了這個亞投行 又投六十億之後 他遲些會不會有一個一帶一路基金 然後由台灣一百億二百億 告訴你有著數 要支持中國 那他玩大灣區的嘛 那就是大灣區獎 他做這些事情是否會駕駛中共 我覺得 是啊 是利益輸送來的嘛 絕對是 而且也延續他的影響 大灣區是我的勢力範圍 你林志明你也不要搞 是吧 我打雙眼釘在那裡 即是我們 即是這個 香港叫做什麼 其實堂樓那些棺材釘 其實這個已經是突破了中共的慣例 因為你要知道這個政協副主席 雖然他是國家領導人級別 但是從來都不會有實權 只是有一個影響力 這是很不重要的 因為政協是一個諮詢機構 他負責的就是 下面的政協 地方政協 想和中央談 那我就幫你去反應 中間去協調這些意見 而你協調這些意見 其實你是超級中間人 政協一向都叫做協商 他從來都叫做統戰機構 統戰機構 不是實務的 但問題就是 當你現在做大灣區的一個區長 你那個所謂的政治影響力 就變成有實 有名有實 這就類似蕭公剛才所說 他的控制力真的不能夠繼續維持 一直下放 下放給地方上有勢力的人 好像香港維穩的時候 都不能夠經常靠警察 所以去到示威區 還有一群奇奇怪怪的標形大漢 說這些是一群意見不同的群眾 幫忙來維穩 然後背後在公廁裡羞恥 大了滑手套 就是愛佛之聖 其實香港是發生的 不過大那些叫做小流落 大灣區就是大 大軍佛 香港這群人們經常看著本土 看不到背後這麼大的故事 奉勸大家不要以為大中華膠 不可取 不是的 反過來看別人發生什麼事 你就會多了解自己發生什麼事 沒錯 你不比較你不會知道 那些經常罵大中華膠 真的大家要提一提 不要經常罵大中華膠 就算怎樣討厭他也好 你一定要知道在你旁邊的人是誰 你一定要起碼去認識一下他 不要經常關門說 我們只是懂得香港的東西 如果不然你不會跟別人玩 很麻煩 你連對手是誰你都不知道 一旦就DQ你 那我最後的想法就是 其實之前也有跟別人說過 其實無論你是本土也好 或者你是一個民主派也好 其實你這個人是要 思考國際上 思考國際上 即是你要知道世界的環境格局的變化 以及留意我們周遭的事情 中間之間有什麼聯繫 就不是投行只花了60億 你的60億背後其實是更大的畫面 你要想就是為什麼我要花60億之餘 我還要想其實背後是一個大局 而這個大局 我們是要長期扔下去 長期用不同的手段去逃空香港 所以我們要想的是 我們自身是來的這個固然很重要 但我要知道究竟這個方法是如何運作 如何作出你的錢 如何破壞你香港的所有制度 而不是太表面化去看這些事情 你說還是看表面那塊錢 一說起食水 香港人只說什麼呢 水費高還是低 喂大哥 現在有人要動你郊野公園和水塘 你一江塘的時候 你的水會怎樣 你有錢你都買人的水 最有錢的就是空運蒸餾水 其他人呢 坐飛機就走了 對 最多他在香港有能力做空運幾宗蒸餾水 最有能力的就是走 大部分人是要留在那裡 對 你會怎樣呢 有時候不是只看錢的問題 不是60億還是600億的問題 而是你知道人家真的 在逃空你 錢在逃空 你的水塘也要逃空 土地也要逃空 全部是城市一層為主 所以你看過國內的玩法 你便知道香港會變成什麼樣子 逃空 其實國內的城市全部都是這樣的 你有留意嗎 你不了解別人發生什麼事 你怎知道自己發生什麼事 國內的人現在是造反 國內的地方欠債很厲害 所以為什麼他不敢把地產泡沫 他知道地產融資是一種債蓋債無限發財的債 就是玩速度問題 而且他知善到要地下錢莊 又或者是不當借貸 甚至是要動用到社保來填藤 所以蕭公子說到人口老化 究竟社保夠錢之後怎樣填 怎樣填 大籌行發債港珠營購 我們又負責上面的人家的生活 你把外國都負責所有東西 你畢竟香港最多只有七百萬人 你怎能噴得到十四億 你香港也負責中國的奶粉 人家的生活安全不關 然後又在香港賣單 所以今晚時間有限 不好意思 Edwin的功課很精彩 大家回去慢慢消化 好學生啊 天啊 天啊 寫屁屁屁 還有什麼要交換情報的話 記得寫電郵 記得寫信訊 真的 Edwin真的好幫忙 大家關心香港人口 什麼都好 一定要做功課 沒錯 做功課很重要 OK 再見 再見